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日主持呂昌林 美國眾議院議長約項信 日前在華盛頓的反華組織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 既然說中國是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脅 更加揚言 他將會在本屆國會會期結束之前 致敵通過一系列針對中國的立法措施 包括制裁、協助俄羅斯、伊朗的中國軍工企業 限制對中國的投資 以及解決中國濫用美國貿易法規漏洞等等的問題 美國今年11月5日舉行的大選 除了會選出政府總統之外 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也會進行改選 美國政客為了拉選票而發出語出驚人的講話 早已是司空見慣 近十年來反華政客借故誣滅中國來吸引選民的注意 亦都差不多成為了必定動作 但好像約翰遜那樣毫無邏輯極度荒謬地瘋狂攻擊中國 就十分少有 這樣除了反映出約翰遜的恐懷症嚴重之外 亦都展現了他低劣的疑症水平 他甚至指出雖然現在尚未看到一個類似二戰時期的三國聯盟 但已經看到一些國家公開結盟對抗美國 他就說當中以中國為領導軸心 由俄羅斯、伊朗、北韓、委內瑞拉和古巴組成的結盟 他有說到 雖然這些國家各有各的目標和文化 但他們每天早上睡醒就是想怎樣打倒美國 約翰遜所謂強調美國國會必須集中精力 用盡一切手段對抗中國 約翰遜不單抱怨中國強大 還自刮美國的民主制度不完美 他說美國國家安全和自由價值所面臨的威脅 是源於龐大的國債死結 要強化美國國內的實力 當募之急是解決國債問題 而美國最大的國家安全挑戰就是國債 但他又話題一轉 聲稱美國要維持全球的領導地位 並以在美國舉行的北約峰會為例指出 美國需要一個由美國領導的美國優先聯盟 以出眾美國人民的安全利益 並且與國外的工人和企業利益保持合作 但歐洲的盟友就必須分擔更多安全責任 提高軍費預算 美國國債爆煲 他還提出盟友要拱手支撐美國優先 認真是狂妄自大 作為中議院議長 約翰遜發表這樣與無倫次的演講 實在是令美國國會蒙羞 其實講到全球最好戰的國家 恐怕美國認第二也沒有人敢認第一 美國立國近250年 只有16年沒有打仗 數字已經說明一切 反華政客胡作非為地操控美國國家機器 導致車位人亡恐怕是最終結果 在商業上 美國用盡旁門左道手法 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 封殺中國取得高端晶片和技術為例 美國不單是限制自己還要連累他人 全球領先的荷蘭晶片光刻機廠商ASML 過去幾年 中國一直是他們的全球第三大市場 去年第三季度 中國更加成為這間公司最大的出口市場 佔銷售總量的46% 但受到美國限制中國取得最先進的光刻機後 對華銷售的份額大幅下跌了15% 出任ASML首席執行官11年 在今年4月退休的溫寧克 一遷就接受荷蘭一個電台訪問時指出 美國不是打擊了中國 而是創傷了很多像ASML的公司和員工 美國對華斯加的壓力越大 中國就會越加倍努力 溫寧克說 他感覺到中國已經有明顯追上來的步伐 這樣麻煩就來了 因為可能在15年後 中國就會自主獨立生產高端晶片 歐洲晶片相關產品的出口 在中國這個最大市場的好日子 將會一去不復返 溫寧克又估計 美國和中國在晶片領域的爭端 可能會持續幾十年 不過中國的進度已經大幅超出預期 繼上年中芯和華為合作突破7納米之後 今年年初亦有消息傳出 中芯已向三納米的目標前進 亦都是美西方那麼驚的主要原因 美國以競爭為藉口 掀起美中貿易和科技戰 但大勢所趨 美國的無理打壓 似乎阻止不了中國前進的決心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朝點段打 拜拜